這次的關卡內容比較特殊的地方是我們加入了首領站 那首領站它本身屬於一個即時式的關卡公園 也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限時的設定 那我們就直接會跟我們對局 好,隨便拿一個來試探好了 拿比較簡單的 那在這段限定期間裡面 系統會先分配給我們資源 比方說 比方說它會給我們固定的陽光樹 然後它會給我們時間栽種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不用考慮去伸展 我們只要把一些會用到消耗資源的冰找出來就好了 所以很快的選一選 然後我預計到會需要用到的是這些 然後它隔一些時間 我可以直接開始種植了 然後就很快的把它種一下 種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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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 我覺得那是一個 現在就要做的是一個 不好意思 這邊有點乾哪 我知道你會 好 OK 然後我就 我正好 我直接按一下開始 開始攻擊 好 這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畫面的右下角會出現魔王的血量 然後魔王就開始進來了 那當然我的目標就是在三分半鐘之內 把這個魔王打死 那魔王的話 每一關的五個魔王都有它自己的技能 比方說 第一關的這個蜘蛛仙女 它就是會把我們第一個植物給供應住 然後 我們就會無法使用第一隻植物的技能 那它越進來越深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在這種關卡裡面 我們的那個推土機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是它直接 只要把我們最後一顆植物吃掉 我們就失手了 所以 現在這個過程就是在打 那可以看到血量一直在削減 那就是看說 我們最後三分半之內 能不能把這個魔王打掉 那當然在過程中 我還是可以繼續種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魔法 這幾天